我们来看第一问 神的创造 注意啊 纠正 就像我说 我们相信的不是预定论 我们相信的圣经启示的预定教理一样 我们相信的不是神的创造论 而是我们相信神的创造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 基督徒用语是基督徒用语 一般学问当中是什么创造论呢 因为他把创造和各种宇宙起源的理论摆在一块 所以是创造论 但是我们是不是论 是教理圣经启示的创造 神的创造是不是与当今流行的宇宙大爆炸理论有所相同呢 我可以告诉你 宇宙大爆炸理论是现在比较目前为止最先进的 所谓最先进的理论 根据散落在宇宙当中一些发生什么碳的释放等等 追溯倒退 而且这个宇宙不断的膨胀的这种发展 逆推的话可能会推到一个起点就是爆炸 甚至大家看的远志明拍的十字架的那个视频里面也在误导人 好像圣经支持宇宙大爆炸 因为它有个片段是那个宇宙爆炸的那个 创造和宇宙大爆炸有什么区别呢 宇宙大爆炸里面有几个 有它的长处有它的缺点 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还是没有办法解决秩序 良心 智商 道德 宗教的问题 爆炸 我们常识当中的爆炸只是摧毁性的 我们经验当中所有的爆炸没有一个良性的 我们虽然利用核爆炸 氢原子能爆炸 利用它的这个能源发挥什么 但是对于物质本身产生这样裂变的 这是毁灭性的 它不具有创造性 我们就不说这个爆炸其实的点 你注意一旦有爆炸 它必须有时间空间 它不可能从无到有 它自己本身就有短板 爆炸的前期要有适当的爆炸的条件和物质 能量它才能爆炸 没有物质没有能量 它不可能爆炸 那至于有物质有能量 那个物质能量来自哪里 促使它爆炸的因素是什么 爆炸后产生的这种什么碎片星体等等 这种无序的随机的爆炸 怎么会产生不同的星河 这种运动 万有引力 渐渐的形成不同星系星云 而且形体不一样 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外貌形体 有相似处 但是有不同处 木星火星等等 这种地质完全不同 很多的差异对不对 同样的一个元素爆炸分散 为什么形成这样的差异 更关键的是 为什么在爆炸的诸多的碎片里面 有地球这样的存在 每一个爆炸都形成个球体 当然宇宙当中一些行星 流行行行 那个陨石等等 但是地球 你发现好多的星球都是圆的 火圆的 而且为什么在地球上 爆炸会产生有机物 生命 那么大的能量 毁灭性的 谁能在那里 有生命的话也给摧毁了 但是从爆炸产生生命 这很多的谜 这是一种设想而已 它不是定论 不是科学定论 设想而已 一个无知的婴孩刚出生 爬在地上 学会爬了 咬 抓住猫的尾巴也往嘴里咬 抓住香蕉也往嘴里咬 抓住这个尿布也往嘴里咬 自己的手也咬 什么都咬 扒着桌角也啃 在懵懵懂懂的 这个模糊的视线里 去观察他所看到的 一切都是这么新鲜 他如果思考的话 他肯定会猜想 那个灯泡 那肯定是什么火星之类的 如果他有的火星的概念 他以为 那个是什么发光的东西 外面有太阳 这个里面 当然这个孩子的眼睛 大家知道 光线这个强光灯 对他是有害的 那种认知的能力 像他对他所生活的 这个卧室 生活的这个公寓 他连厨房都没去过 如果父母没抱他去的话 他就在那个婴儿房里面 是吧 连洗手间都没去过 连外面都没去过 在那个他可以带出去的那个世界 所以他所认识的宇宙 他所想象的宇宙大巴扎 就是那个概念 一样约等于 幼小的人类坐在地球上 去猜想这个宇宙的起源 根据现在的现象去推论 任何可能性都有 但是他不是确实的答案 而且这种理论里面很明显有漏洞 他没有办法跟创造做比较的 就算创造论是个论的话 也没有什么理论可以给人类提供这么完整的解释 是始于智慧创造的有秩序的世界 这样有层次的世界 智慧者创造了智慧 人然后赋予道德性 人类的责任 道德 法律的概念和意识宗教性 没有创造这种理论 更完整提供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研究有周到八照 研究进化论有什么用 科学如果没为人造福 为人类的生活提供一个合理的意义价值 世界观的话 科学就没有用 吃饱度 吃饱饭 闲着没事 在实验室里为了赚取研究费和每个月的工资的那些专业人士的游戏而已 然后那些愚蠢的大众就看他们的录文和文章就被愚昧 然后盲目的信从以为他们口中所吐出来的象牙都是象牙 没必要 没必要自卑 我们不是什么这个物理学家 然后物理学家讲的东西我们就全接受 我们不是什么科学家 科学家所讲的一些胡斗八脸的内容 我们都相信 我小学没毕业 我没办法反他 没有办法反他 你稍微有点智慧 神智慧 你读读经 学点神学 这种跟某老师学的这种思考 你也可以辩驳他 但是涉及到专业知识 有根有据的我们没有办法 但是单从这种粗略的逻辑分析对比来说 就已经漏洞版出了 不用做专业的 那专业的又涉及到可能跑到人家的游戏圈里面 按着人家敌人的游戏法则去玩 他可能有自然其说的那套理论 既然是把宇宙大霸诈这个宇宙起源的这个A理论和他们认为的神造论B理论来做比较 那就公平的比较一下吧 谁能够提出更相对合理 更全面 相对更完整 更有意义的说法呢 我想没有创造论更完美的了 相同点是都提供了某种宇宙起源的解释 不同点是创造是圣经的启示 宇宙大霸诈是人的思维 人的猜想 再差别呢 一个是假说 一个是有根有据的神自己的启示 那另一方面我们刚才推论了 按人类有意合理性完整性来看 创造论是更合理 更有意义 更完整 宇宙大霸诈虽然说在学术界目前为止是最先进的 但是它漏洞百出 有很多跟进化论一样 没有办法解决的疑问 至少按照现在的科学理论 是有很多无法解决的能教